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希特勒视角 那么今天呢 想和大家重点的来分析一下 关于阿里的女员工 被领导带着去见客户 最后遭到猥亵和强奸这个新闻的背后的一些思考 和隐身的河南水灾 与这件事情的关系 那么大家都最近在网上看到了 2021年的8月7号晚上 阿里巴巴的一名女员工被其领导 就是P8级的领导 叫取一的 要求陪同商家一起喝酒 在济南出差的时候 被灌醉遭到猥亵 而且该领导为女员工还开了房间 进出房间多达四次 并且实施了强奸 这个女员工向人力资源反馈 举报无果 然后跑到食堂 去发传单 进行维权 那么网上的视频也能看出来 这个女员工非常的激动 那么阿里巴巴对此回应称 绝不容忍 全力的配合警方 涉嫌员工已被停职 接受警方调查 那么济南警方就是对于 被邀请请客的 被举报 进行猥亵的济南华联 员工也同样遭到了 停职接受警方的调查 济南警方已经对此立案开始侦查 那么8月8日的凌晨 阿里的现在的掌门人张勇 在内网发帖 用震惊气愤羞愧来表达 对阿里这个员工 涉嫌侵犯 这个女同志的事件的感受 那么张勇最大的 她的愤怒不仅仅单纯于在于在自己的企业内出现这么恶性的事件 她所愤怒的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那么为什么整个的体系 全部的运转失灵 包括这个女员工的领导 包括这个相关的HR的人员 封管的领导为什么全部没有做出应有的反应 使这样一个事态 无限的被扩大 导致今天不可收拾的局面 整个阿里的形象也遭到了重创 这可能是不是 不是透过短期内花多少公关费用可以能够逆转的 那么可能马上面临着阿里的股价也会因此受到冲击 虽然这个事件只是个单一事件 但是对阿里的形象的影响 以及对未来可能中共采取的进一步打击阿里的这样一个趋势的判断 使投资人会感到一定程度上的这样的担忧 可能会影响他的股市 那么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整个的舆论业可以说炸开了锅 各种的消息满天飞 基本上都是众口一词的在指责阿里 而且对其企业文化也进行了剖析和踏法 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和阿里的很多的高管也都有过交集 甚至于有的还是我的同班同学 那么在阿里的这个整个的事件当中 由于它涉及了一个P8级的 也就是比较高等级的一个管理人员涉案 那么事情更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阿里实际自从马云隐退 包括在陆家嘴上海金融论坛当中 炮轰中国金融监管行业 导致了一系列中共对阿里的打压 包括IPO上市的叫停 使阿里进入了一个水逆的 这样的一个下行区间 他的负面新闻就一刻都没停止过 包括被国家监管总局的不断的约谈 那么包括整个的金融监管机构 对他派驻进驻的这种调查 所有的这一系列动作都是阿里 所有的股东也都惊弱寒蝉 本来做梦可以成为亿万富翁的 这些个阿里的高管 也现在也梦断IPO上市 那么现在面临的 这样一个本来相对比较普通的 也是在企业当中 可能并不显见的一种潜规则 去性侵自己的下属的 这样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 现在搞得上了热搜 那么央视的态度还并没有 包括中共的媒体 还没有进行像吴亦凡那样的打压 或者说口诛笔法 但是我相信 我这个在我播报的同时 可能已经中宣部和网信办 也统一了口径 会对阿里的事件进行表态 那么他们的态度 我相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令人意外的 就一定是谴责阿里的这样的文化 对相关的当事人进行道德上的这种谴责 进一步的让阿里的处境雪上加霜 其实就事件本身来讲 很多的自媒体人也做了剖析 认为阿里的文化并没有那么的健康 处理阅兵券的问题 自己的员工出现了小细微的这样的小的瑕疵 涉及的金额也不大 就搞得沸沸扬扬 甚至把员工开除出公司 那么出现自己的员工这么大的受伤害 却遮遮掩掩 整个的运转体系失灵 这是一般的舆论看法角度 那么我的看法可能和他们有些许的不同 在我看来 实际上阿里出现的这个事件 和中共面对河南水灾的罔顾人命 遮遮掩掩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就是一个中心化的组织 它必然面临的一种困局 也是一种绝境 所谓中心化的组织 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一个决策机制 决策体系 决策组织 所有重大的事情 都要经过这个决策组织的决策 才能够执行 那么这种集中的决策机制 这种中心化的组织 在近些年来 起码在2000年以后 特别是2010年之后 在管理学上一直都遭到国内各种的这种诟病 一直都在喊着如何的去中心化 可是由于中国的这种官僚体制 就是本身中共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心化的一个组织 那么很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 也都迷信于这种中心化的组织 甚至于像马云这种带有极其强烈 互联网色彩应该去中心化和中心化高度的对立 相悖的这样的一种业务形态 也最终走到了要有中心化组织的这样一种组织形态当中来 因为它现在已经超过了有20万的员工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商业帝国 涉及的业务领域也远远不是电商 这样一种简单的互联网电商平台 简单的这样的模式 那么所以这种中心化组织的弊端就凸显出来 那么为什么张勇自己发文讲 在十天之后他才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是因为整个的决策机制 它是层层的向上汇报 那么由于事态已经发展到不能掩盖的程度 张勇才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 就像包括北宋时候 为什么往往是自己的部队已经打得一塌糊涂了 那么远征 整个的远征军已经溃不成军 包括在西夏 已经几十万的军队可能都已经片甲不留的情况下 真正的北宋的皇帝才最后一个知道了消息 而且这个消息还是经过了各种的掩饰 才能达到皇帝老儿的耳中 为什么 这就是因为整个的官僚运行体系 每一层都是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责任 才会去这么做的 那么中共面对着疫情 他们是这样处理的 层层上报 每个人都不愿意承担责任 在基层就开始可能采用最严苛的打压控制舆情 打压去封闭小区这样的策略 防止疫情的外散 使这样的信息可以在他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就封闭住 阿里的这个事件和河南郑州水灾 和其的有相似之处 就是首先问题出来了 每一层都在推诿责任 甚至于掩盖 然后把问题向上一层的汇报 那么上一级的领导也试图在自己的范围内就把它消灭掉 而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能足以到掩盖的时候 又把这件事情尽量的去弱化它 不还原原貌再向上一层去请示汇报 这样的一个金字塔式的这种中心化的决策机制 势必会导致最终的那个决策者 他得到的信息是失真的 同时他的反应效率也是最低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包括了这个女员工的上级的领导 当然是整个事件的加害者 他会去掩盖这个世界 同时HR人力资源也去相对去要掩盖这个世界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因为他们所有的考核机制当中 都是会和这个事件的发生 有巨大的相关性 是利益的相关方 HR的考核当中有个KPI指标 一定是员工的满意度 以及他发生恶性事件 在他的KPI考核当中会占着一定的权重 所以这也就是说 他们形成了跟这个所谓事件的伤害者 加害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益的联盟 同时更上一层的决策者考虑到阿里现在的处境 阿里现在的社会形象的负面 如果把这个事件公诸于众 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 因为这件事情的处理 不可能静悄悄地进行 它一定会有内部的发文 公示对相关人员的处理 甚至于涉及到警方 那这样一个事件势必会造成阿里在社会公众当中的形象 进一步的恶化 对投资人来说 对股市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会通过内部的讨论 开会 他们一定不会某一个人担责任 一定会集体的讨论 开会 商量 怎么应对 怎么让这个事件尽量的去弱化 由于这个女员工不依不饶 那么可能相关的领导也在考虑通过 给予经济上的补偿来弱化这个事件 如果不是这个女员工一再的坚持 可能最终是整个的网络 谁也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谁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能这件事情就静悄悄地被解决掉了 可是由于这个女员工在食堂里的维权 是让阿里的员工有机会把这个事件向社会曝光 而由于阿里本身又一直在风口浪尖上 所以这个事件得以向全社会被曝光出来 那么张勇的无奈和愤怒也是源于此 他作为整个阿里最高级别的决策者 他知道这个信息却是最晚的 他面对着这样一地鸡毛的状况 除了表达愤怒 他没有办法去扭转社会公众对阿里的这样的不满 对阿里企业文化的质疑 那么我相信如果马云在的时候 实际上并不会比张勇知道这个信息来得更早 或者处理得更妥当 这就是中心化组织他面临的巨大的风险 就是整个国家可能都要亡国了 最后皇帝才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 中共也是一样 由于每一层的地方组织都试图掩盖 怕自己丢了乌纱帽 想把坏的事情进行掩盖 所以就导致了恶性的事件当出现了 衍生了不断的扩大 最后没有办法去遏制的时候 最终就会形成一个大的雷 最后真正的决策者才发现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了 阿里这个事件 相信最终的结果一定是相关的人员被进行司法的严肃的处理 那么内部的有关的领导人接受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要么可能被炒掉由于要么就会降级的处理 可能阿里的内部组织架构包括他的人事 整个的调整也会随之而来 因为张勇一定会通过这件事情 反思未来这样的事情还会很多 这样的决策机制肯定是不能够完成 他应对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里 每天日益发生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其实那么工作过的大企业 规模并不比阿里要小 那么我经常审批的这个 在网上每天要审批的这样的一个文件 大概也要超过成百上千条 那么客观的讲 由于你自己经历有限 对事情的理解也有限 那么很多的这种审批也是不过大脑的 可能直接就批了同意 因为这是这种要求你承担责任的 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 超过了你的能力范围的这样的一个审批权限 导致了你最终就不能对每一件事情负责 为什么倒过来我一直在讲 美国对整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 就是他贡献了一套完整的这样的三权分立的这样的一套制度 可以很好的制衡他的决策者 他的司法体系 他的整个的立法体系 他是非常平衡的一个三角体系 加上后来的所谓的第四权 就是媒体的这种监控 导致了整个的这个运行 社会运行是个稳态的 那么 由于他们的地方享有高度的决策权 自治权 所以导致中央的决策机制 并不需要承担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的功能 所以很多的事情在地方他都可以解决掉 所以中央所谓的他的最核心的中央运行机制 只是针对于外交 针对于军事和涉及到国际民生最重要的事情进行决策 而不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事项 那么这样就保证了决策链条非常的短 决策机制也非常的高效 这其实是中共他想学学不来的 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的这样的一个体制 他希望着大一统 他希望着所有的事情都要一杆子插到底 都要管到底 那么势必就会造成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为什么习近平会兼任这么多所谓的小组的组长 就是他不能够像毛泽东那样 他只掌管意识形态 只要学习毛语录就可以 习近平既想大家学习习语录 习思想 同时他又要跨越了李克强的行政职能去直接管到具体的事物当中来 那实际上他的精力能力也是达不到的 就会造成像张勇一样的一地鸡毛 发生了恶性事件的时候 他只能出来进行想办法后面的去修补 做好售后服务 这就是为什么中宣部 为什么网信办 他的整个的预算是不受财政的这种控制 可以无限的去要钱 向中央财政去要钱 就是因为他要面对的所有的事情是不可预估的 包括维稳的费用 为什么也这么高 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种中心化的组织架构 导致了整个的运行的效率是低效的 反应是缓慢的 结果是恶劣的 所以我想说张勇面对着是和习近平一样的处境 唯一的不同是张勇他有能力 有担当出来认错道歉修正 而习近平会做的就是演示 就是把悲剧想办法改成喜剧 把丧事变成喜事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 可以看出来 未来中共当他面临着这样不可控的 不可预见的 所谓的不可抗力的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他们也是会面临着束手不测的这样的一个窘况 好了 今天和各位有有就分享这么多 欢迎转发订阅点赞 谢谢各位 逆 人 谢谢大家